如果冬天的卵子冲了,冬天就出来了 就决定了,就决定了 光严三是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你有过从早上睡到晚上的经历吗? 你有过无所事事拖延一切的经历吗? 面对人生的挫折与困难 你会选择逃避一切,还是勇往直前的 一起来看今天这部日本喜剧电影 不求上进的卤子 日本贾府又迎来一个秋天 擅次早起打开店铺的门 在稀疏平常的阳光下开始新的一天 敲门叫女儿起床,开门摆扇峰牌 体育用品店开始新一天的营业时间 擅次平时不仅要忙碌店里生意 还要给女儿卤子洗内衣裤 她熟练地将洗好的衣物全部晾晒 转身去收拾被女儿弄脏的房间 玉子今年已经23岁 自从毕业后就留在家中 顶着邋遢的头发 穿着宽松的衣服 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游荡 电视机、漫画书、各种各样的素食品 成为她人生的全部依赖 大多时候玉子都窝在床上看着漫画书 触手可及的地方都堆满了零食 从早上看到晚上 饿了就吃 累了就盖上被子呼呼大睡 晚饭时也要父亲将饭菜端到她面前 玉子才会懒羊起身打开电视 笨是敷衍着双手合十 连一句我开动了都无力说出 玉子百无聊赖地调换着电视频道 带着埋怨说上一句 日本真糟糕 甚至听着女儿的抱怨 想要开口责骂 却终究没舍得开口 将秋刀鱼送入口中 沉默地咀嚼着 长时间在家里待着 玉子好像失去了动力的摩托车 要人费力地推动着 才能缓缓地前进几步 而如今的玉子 正在人生上坡路上不断下发 擅自看着女儿如此颓废的样子 有些恨铁不成钢 却不知道该如何教导 只能盼着玉子自己振作起来 完全没有规律的生活下 玉子鲜少与人交往 偶尔出门也是为了去便利店买零食 对她来说生活简直烂透了 社会也很糟糕 虽然年轻却已经厌恶了世俗 只想待在舒适圈里过日子 虽然偶尔也有想要走出做些什么的想法 可想法刚一冒头 就被中午吃完饭再做 午休后再去想等等一系列理由所阻拦 时间好像失去了意义 就像有不停止的圆圈 不停地转啊转啊 陷入一个松散的循环 摄影店老板的儿子人 前来退换鞋子 玉子慵懒着探出头 表示父亲现在不在 请他稍等 明明自己也可以帮忙 玉子却连说话都觉得费劲 无力地翻动着商品手册 随手一指 给出自己的建议 他懒得去思考哪款鞋子比较适合人 只想长长地打个哈欠 然后钻进温暖的被窝睡觉 人自己挑选了一款喜欢的球鞋 难得相同的审美 让玉子短浅地清醒了瞬间 可保持清醒也是一件消耗体力的事 电视里最搞笑的综艺节目 都无法让玉子开心大笑 喜怒哀乐都成为浪费感情的行为 玉子照旧抱怨了一句 日本真糟糕 既是对大环境的抱怨 亦是对生活的抱怨 父亲看着颓废的女儿终于忍不住质问 你身体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老一辈的思想是生下来便要努力活下去 只有努力才能赢得自己的人生 自己辛苦勾女儿上大学 可不是为了听她现在的自怨自艺 面对父亲难得的指责 玉子反而更生气 是自己愿意这样子颓废吗 片刻的争吵耗尽她所有的力气 玉子再一次躲进了舒适圈内 与其说是生气 不如说不知道如何面对父亲的抱怨 那些琐碎的话 那些零散的家务 父亲一遍遍在自己面前坐着 说着好像故意在讽刺自己一样 让玉子一看到就觉得心烦意乱 善次看着女儿麻木地打着游戏 心里痛心 却不舍得过多指责 大女儿嫁人后 能陪在自己身边的只有小女儿 善次既想她能够振作起来出门工作 又想她能够在自己身边陪伴 复杂的情绪下 善次常常想 养女儿一辈子也没什么大不了 时间就这么浑浑噩噩来到冬天 正值新春来临之际 玉子终于做了一件大事 更换下家里所有旧日里 出门看到人和小女友在一起的甜蜜时 她不由得想到了曾经的自己 那使得她也是这般活力满满 充满信心 可当呼吸都成为一种负担后 躺着什么也不做 在内心空洞中过火 也成为一种选择 在唐原夜 玉子家里安静得可怕 只有灶台上咕咕冒泡的昆布汤 为家里增添了几分温暖 邻居为父女俩送来年菜 当谈起玉子的姐夫时 邻居虽然说着过年还要加班很辛苦 可语气里却是满满的羡慕 虽然加班难免辛苦 可也正说明玉子姐夫的上见与心情 玉子的姐姐还真是有福气呢 反观玉子 大家对她的评价 只有一句 看起来又漂亮了 每当此时 玉子唯有尴尬地笑着硬核 年夜饭因为姐姐姐夫的缺席 而被嫌冷静 玉子一边嚼着食物 一边不停发送拜年短信 唯有这个时候 她能和以前的同学朋友产生共鸣 大家都在恭贺新年 大家都在迎接新年 看着女儿好歹还有自己的社交圈子 善自的心里总算有了一些安慰 唯有在这个玉子可以融入的时刻 周遭没有评判 只有一片其乐融融 两个人的年结 平静地如同一池死水 父女俩大眼瞪小眼 等着母亲的来电 等着姐姐姐夫的归来 自从父母离婚后 母亲有了新的家庭 玉子和母亲之间的交流 只有定时打来的电话 即使心里期盼着 当姐姐回来时 玉子也没有第一时间上前迎接 当电话响起时 玉子也没有第一时间去接电话 悖懒的身体 拖累着不算积极的思想 每次总要别人叫上几次 玉子才会不情愿地起身去帮忙 冬日过后的新春 代表着新的希望 玉子想 我是不是该做出改变了 趁着天气情好 她剪了干净利落的短发 看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 似乎有什么发生改变了 似乎一切又都没有改变 镜子里的眼睛依旧迷茫 空洞 空白的简历上 苦思半天 才写下爱好摄影 特长观察人群几个字 在玉子看来 如今的一切都是在为以后做准备 她要努力看清社会 看清周围的一切 她想要试着去改变 去找一份工作 在这之前买一件全新的衣服 在这之前求一道幸运护身符 在这之前做一系列准备工作 将能找到好工作的希望 全部寄托在这些身外之物上 似乎缺少一件 自己就做不好这件事 身次得知女儿的打算 心里万分高兴 她决定为女儿送上一份祝福 一块价格昂贵的手表 这算得上几年来 家里最高的一项支出 看着包装精致的手表 玉子却开心不起来 她现在只是打算去尝试 而父亲所表现出的 却像是自己一定可以做好 当压力再次来临 玉子心中打起退堂鼓 她不需要这样强烈的鼓励 而是想让所有人 把自己当作透明人一样 不管成功与否 都不需要有太多关注 她害怕自己做不好 害怕自己再次失败 就连要贴在简历上的照片 玉子都是拜托人来帮自己拍摄 一身黑色的连衣裙 一张空洞迷茫的脸 仿佛要于身后的背景和微一体 静静地躲藏到没有人的角落里 临走之前 玉子拜托人一定要保密 她的胆怯 已经到了一张照片 都不能公开的程度 甚至在为女儿收拾房间时 无意中发现 被扔进垃圾桶里的简历 在玉子的世界里 现在的自己并非真正的自我 她想要寻求新生 想要成为自己可以扮演好的角色 只是那一天 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 是在一张照片之后 还是简历寄出之前 玉子拍的照片被人的父亲发现 她带着儿子亲自上门 送上喜好的照片 面对突然想要去找工作的玉子 大家都显得有些惊讶 想要真心实意地送上几句祝福 或是想要开上几句无伤大雅的玩笑 但在接触到玉子 抵触抗拒的目光后 默默将自己的好意咽下 人不安地跟在父亲身后 因为被判承诺 所以不敢直视玉子 饭桌上陷入了诡异的气氛 玉子对于相片被发现的是 有一种小秘密被戳破后的恼羞成怒 她就是讨厌被关注的感觉 她就是讨厌被信任的感觉 可能连玉子自己也没注意到 照片上的自己看起来多么可爱 明媚 以至于父亲看着照片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甚至都记不清楚自己多久没见过这样的女儿了 玉子坐在街边大口大口吃吃团子 似乎食物可以填平心中的虚无 早知道就不着工作 早知道就不拍照片 早知道还是在家里躺着最舒服 起码不用面对四周投来的各色眼光 夏天带着酷热的空气袭来 出门采买的玉子遇到了老同学卢乌 一个刚从外地归来满身光鲜亮丽 一个刚从家里出门满身朴素吐气 玉子甚至来不及收拾散乱的头发 就莽撞地闯入同学的眼中 玉子目光多闪 不知道和他聊些什么 更不敢开口去问一句 你现在工作如何 只想着快点逃离这个地方 恰好另一位同学出现 趁着卢乌与他交流的时候 玉子匆忙骑车离开了这里 面对老同学的一句 下次再聊也只是嘟囔着 反正你没我电话号码 这么想着心里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身后传来的议论声飘荡在空气里 无论是好是坏 在玉子听来都是如此刺耳 只是听到自己的名字 都忍不住心里一颤 玉子迅速裹着被子躲进舒适圈 将冷气温度调至最低 再裹上被子最舒服了 玉子丝毫不去想 冷气费谁来缴纳 夏季的电费会有多高 哪怕衣食住行的价格早已标注好 也有父亲在身后为自己买单 冬天太冷 所以做什么都觉得辛苦 夏天太热 所以没有什么力气去做事情 春秋倒是不冷不热刚刚好 正好让自己用来享受阳光雨露 看次被安排的满满当当的自己 其实一直在被虚耗着度过 每天玉子要思考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晚饭要吃些什么 当然也只是说出来 买菜做饭由父亲去操心 甚至因为有事要和大哥商量 所以带上女儿一起前往大哥家中吃饭 吃着清热解除的西瓜 玉子远远坐在门口 好将自己与大人隔绝开来 可伯母的话还是一字不漏钻进自己耳朵里 要此是谁 他为什么会和父亲见面 玉子逐渐从自己的世界回神 目不转睛地听着伯母的话 从初时的震惊到不可思议 玉子有些无法接受 父亲要有新女友的事情 伯母给父亲介绍了装饰品店的老板调子 虽然离异却没有孩子 是个人非常不错的女人 伯母在去那里做饰品时认识了她 在了解到她的情况后 想到了同样离婚的小叔子 于是有意撮合两个人在一起试试 从父亲的笑容上 玉子可以看出 她对那个女人很满意 父亲一边聊天 一边说自己有了伴以后 女儿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搬出去了 就连伯母也赞同父亲的话 听着他们的讨论 玉子瞬间觉得自己像是家里的外人 父亲今后的生活不需要他的存在 可自己今后的生活又在哪里 曾经以为可以一直依靠的家 原来并不能一直收留自己 离开家乡 自己又能去哪里 离开父亲 谁又能照顾自己 玉子将所有希望寄托于耀子身上 如果他看不上父亲 自己就不用离开家 玉子独自来到耀子的店铺 可看这里面的人群 怎么也没勇气踏入 该怎么开口 该怎么交流 当曾经流利的口才 也变得笨拙起来 玉子只好转身求助人 人虽然嘴上挑感玉子 可还是觉得他没有朋友很可怜 答应陪他一起前往耀子的店铺 人成为了玉子的先锋官 借着学习做装饰品的理由 去打探耀子的一切信息 可即使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眼中 耀子的性格都很难让人讨厌 离婚后自己开办店铺 虽然独居却热爱生活 是一个喜欢养猫的美女 玉子不断缠绕着人 从耀子店铺带回来的手链 精致地仿佛会发光一样 让自己挑不出半点错处 一想到父亲即将被他抢走 一想到自己即将失去依靠 下意识否决父亲 要和耀子交往的事情 该怎么去阻止这一切呢 玉子带着人打探回来的情报 在内心加工无数次 直到成为一团烂乎乎的泥土 带着挑拨的语气告诉父亲 那个耀子不像是个好人呢 一个女人怎么开得起店铺 一定是被人包养了才可以做到 爸爸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 这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 像极了小孩子乱吃飞醋捏造的谎言 三次笑着训斥女儿不要胡说八道 耀子绝不是女儿说的那种人 父亲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话 玉子有些挫败 决定亲自去找耀子谈一谈 那确实是一个温柔到极致的女人 面对任何人时都笑得那样好看 玉子不断打量着耀子 想从她的脸上看出一些虚伪来 可却不知不觉被她的笑容俘获 在耀子的指导下 完成了自己亲手制作的第一件饰品 在一下午的相处中 玉子渐渐喜欢上了耀子 她向对方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耀子显得有些喜出望外 她表示自己经常听善次提起女儿 在父亲口中 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玉子有些不好意思的询问 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失败者 还是一个只知道睡觉的懒人 出乎意料的是 父亲并没有过多提起女儿 或许是不想和耀子多聊家事 或许是不知道该如何夸奖玉子 耀子对擅次的家庭支支甚少 听到这话的玉子 不自觉聊起自己和父亲之间的事情 聊父亲在家做饭忙碌 聊父亲不停收拾卫生 聊父亲对自己的纵容 就连在家做的意大利面 也会细心地撒上欧琴 为的就是让女儿的生活变得有仪式感 不经意见流露出的 全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 即使这样 玉子却依然认为 他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 其实玉子也曾有积极向上的时候 按部就班地学习着 考入心仪的大学 带着憧憬与热烈进入新的生活 直到大三开始辗转于各个公司求职 那是全日本的年轻人 一起面临的就业压力 玉子被迫接受社会上的眼光 与严厉的质问 突然发现 社会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美好 人际关系并不是单纯的问号 一瞬间 什么也不想做的想法萌生 玉子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家可以依靠 想到父亲还可以养活自己 于是开始了避世的隐居生活 而父亲从没想过拉自己一把 或是严厉地将自己赶出家门 在一味的纵容下自己也渐渐变得心安理得 耀子听着玉子说出的话 大概明白为什么甚至离异后一直独处 因为他将所有的爱都给了女儿 以至于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照顾新的家庭 即使不讨厌耀子这个人 玉子还是不想让父亲再婚 他主动给母亲打去电话 想要寻求他的帮助 如果父亲再婚 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玉子像是即将失去家的孩子 惶恐不安地想要寻求安慰 或是下一个避风港 可玉子忘记一件事 孩子是会长大的 长大后是需要独立的 就像是母亲离开父亲后有了新家 就像是姐姐毕业后 家人有了新家 父亲也会有自己的新家 没有哪个孩子一直长不大 母亲希望玉子可以走出父亲给他的舒适圈 去外面看看更大的世界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 看着在月台边准备离开的卢屋 他看起来很伤心 很难过 是因为受到了外面世界的压力吗 还是因为也遇到了什么困难 现在的卢屋像极了当时回来的自己 垂头丧气 满身伤痕拖着行李箱 轻轻摆起自己的手 玉子像即将启程的卢屋告别 也像过去的自己告别 父亲是时候有自己的生活 玉子也该试着长大成人 在听到父亲说出那句 短暂的愕然后 玉子有些委屈 自己终于还是被父亲赶出家门了 在平复自己的心情后 玉子缓缓回应 父亲不该只有温和与关爱 偶尔的严厉也是为了在适当时候推自己一把 在经历了这么久的停滞后 玉子这辆摩托车也该驾满游重新起征 去越过生命中最艰难的上坡路 玉子不再是需要人照顾的小孩 他开始帮着家里照顾生意 虽然显得还是有些有气无力 可他已经能做到为父亲洗干净迂腹 捏着内裤 垫着脚 努力挂在阳光照射的衣架上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擅自不再忙忙碌碌 而是终于有时间 闭着眼 靠着椅子 小气便可 玉子的未来方向依旧没想好 只是这次 他打算勇敢踏出第一步 就在一根雪糕被消灭后的时间 全片完 不求上进的玉子是一部于2013年上映的日本喜剧电影 又名青春半生不熟 废宅四季的微妙青春 就像是躲藏在太阳照不到地方的水果 没有经过烈日暴晒 没有充足雨露滋润 虽然自认为是躲进了天然的舒适圈 可当刮过成熟的季节到来 劈开外壳 内心却是声色 稚嫩的 稍微一点烈日就能刺痛内心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这是一句烂俗的心灵鸡汤 可其中的道理却适合每一代人 青春的迷茫放纵 不该被一味放任 也不该被强势修正 不管哪一种方法都容易让孩子走上极端 只有在适合的时候推他一把就好 每个未经历过挫折的人 在第一次面对困难时都容易破碎 都容易一时陷入自我怀疑的迷茫 都容易陷入贪图一时舒适的怪圈 看完电影的我想起自己留学时的经历 起初透露出留学医院时 几乎没有人能相信我可以考上 可我顶着怀疑与质疑的目光 通过不懈努力成功考入新仪的大学 在家人骄傲的目光中 独自踏上求学之路 可那里的世界并非如我想象中那样美好 我一时面临着语言不通 文化不同 课程繁重等等困惑 不同环境下的人际交往礼仪 也让我感到头痛不已 忘了是哪天照旧出门时 看到灰蒙蒙的天 心里那根紧绷的弦 一下子就断掉了 不想去学校 不想去应对课程与人际交往 我顺势躲进自己的小屋子 开始了颓废荒芜的时光 和影片中的玉子一样 看漫画 吃素食品 累了就睡 请来就看电视 经常从早上五点睡到晚上五点 躲藏到深夜才敢出门再够 任由朋友将房门敲得震天响 我也只是戴上耳机继续逃避 直到看着余额不足的提示 我才惊觉自己这段时日的荒芜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 课程不会因为你逃避而自己完成 人生不会因为你逃避而跳出这一段 幻然的醒悟促使我主动走出家门 如今回想起那段时光 依然觉得自己错过了许多 幸运的是我还有机会及时醒悟 幸运的是我还有时间去弥补这一切 在功利急切的社会 我们都有避世的想法 我们可以暂时将一切交给时间去慢慢打磨 只是别忘了 你仍有扬帆起航内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也对这个电影有所感触 或者你也有相似的经历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讲讲你的故事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 晚安 晚安